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張雅婷 大導演李安本週回台宣傳新片《雙子殺手》 巧的是兒子李淳週末也推出新作品 父子黨強碰對打 李淳在《愛情喜劇陪你很久很久》裡擔纲男主角 和女星邵雨薇飾演青梅竹馬 兩人友達以上恋人未滿 直到學長出現追求女方 李淳才放膽追愛 而李安挑戰拍科幻片《雙子殺手》技術再突破 好萊塢A咖明星威爾史密斯演出頂尖殺手 和追殺自己的復制人展開精彩對決 明導演李安的科幻新作 《雙子殺手》挑戰先進技術 呈現同一角色兩個時期的樣貌 威爾史密斯飾演了中年殺手 要對抗年輕復制人的追殺 讓觀眾彷彿親臨刺激的動作現場 藉復制人劇情探討科學倫理與人性 另外李安的兒子李淳在《愛情國片陪你很久很久》中 與邵宇薇是演青梅竹馬 兩人相互依靠卻遲遲沒有譜出戀曲 隨著大學生活來臨 邵宇薇與學長迅速墜入熱戀 這才讓李淳奮力一搏勇敢追愛 日本喜劇失憶的總理大臣 挑戰以政治題材鬥小觀眾 描述為歷史圖史上民調最低的總理 被石頭砸中額頭昏迷 醒來後卻喪失記憶 為了避免國家大亂 三位貼身秘書選擇隱瞞真相 無良總理一夕之間成為善良大叔 荒謬情節大鬧政壇 現代恐怖電影之父喬治羅梅羅 1985年的經典作《生人末日》再現大一幕 當瘟疫肆虐世界 人類都變成活屍 倖存的科學家和軍人躲入地下基地 試圖找出拯救人類的解藥 卻在研究中察覺活屍具有的人性 莊社綜合報導 旅美海盜隊左頭王維中 返台舉辦媒體見面會 今年王維中從韓國職棒重返大聯盟 先後效力運動家海盜隊 今年初賽25場累計三勝零敗 寫下防禦率3.77的出色成績 王維中也在7月拿下生涯大聯盟首勝 自憑表現還不錯 歷經含值美值 兩邊打球方式差異 王維中適應良好 但他唯一的困擾竟然是怕生 目前仍在海盜40人名單的王維中 依規定無法出席世界棒球12強賽 無緣披上中華隊戰袍 王維中覺得有些可惜 我是真的很想在台灣投球 對 我覺得那個不管是 我覺得那個在國外在美國滿場丟 跟在台灣那個氣氛又是不一樣 對 其實滿想感受那種感覺 同樣旅美的曾仁和宋文華 也現身出席 目前效力由紀兵小聯盟的 投手曾仁和 本季因手部傷勢困擾 僅出賽兩場 目前努力復健練習中 在小聯盟奮鬥三年的宋文華 則是在今年繳出最佳成績 期盼明年能夠挑戰更高層級 中央社記者 張新瑋 楊啟芳 台北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兩年一度的上海城市空間藝術記登場 以近代工業搖籃之稱的 楊浦冰江沿岸公共空間作為展場 結合工業廠區特色 活化老舊鄉鎮 經過了幾年的時間 把這個工業岸線 轉變為生活性岸線 所以我們稱之為叫環江漁民 城市空間藝術記 擺在這個楊浦冰江的 5.5公里的這個公共岸線上 我覺得一方面是回歸我們曾經創辦 這個空間藝術記的初心 就是要把公共藝術品 真正的進入到公共空間 展覽主題定調為相遇 邀請多名藝術家在公共空間創作 利用當地廢棄設施與船隻創新藝術 呈現上海歷史和空間的深度 室內展場可見藝術家何祥宇的雕塑作品 搭配1927年汽水夜進軍中國的海盜 捕捉南海打開可口可樂罐 對西方文化產生好奇的瞬間 我覺得對老百姓來講 不僅是有了一個開放共享的 這樣的一個休閒觀光 健身運動的空間 同時也有了一個美的享受 楊浦江沿岸曾是工廠聚集地 縣仁可見部分工業運行 張明表示團隊保留這些舊工業器具 融合設計呈現創新藝術 提升了整體空間的品質 也讓民眾多了一處休閒之地 中央社記者張淑玲上海報導 紐約現代藝術國務館MOMA 壁館四個月後 即將在10月中下旬 以嶄新面貌見客 未來這座藝術寶庫 除了將半古新葉等名座 更換成列位置 強調多元展示概念 包括大門跟體面 參觀動線與展示空間擴增 一樓西側也增設展廳 不收門票 讓民眾更貼近藝術 館藏更融入城市 她做了很多美麗的方式 我們站在這個廣場 這個美麗的地方 看著到向上廁所 她的方式開放 在建築中 所以 53rd Street 是一部分的景色 我認為是一件很棒的 想像那些年紀的 的那些年紀的 是不同的 然後當然是 現在我們現在是 全面的土地 这次的MOMA扩建案由纽约建筑师事务所Dealer Scofidio plus Renfro 创办合伙人迪勒所率领的团队操刀 每一项改变与规划都期盼让访客的欣赏选择更自由 这种意义建筑的设计整个桌子的桌子 全地的桌子的桌子的桌子 那我们想要继续带到处处 Matisse's Red Studio Starry Night 你可以过来到的类似的类似的类似的 Pollock's 131 他们会有在那里 但是 所以,如果人们来看这些团队的类似的类似的类似 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类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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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可能想去旅游的类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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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A的更动有创新但也有坚持 像是展厅依作品年代划分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那些价值连城吸引民众关注名家作品 官方强调 这些核心馆藏多数时间都会展出 色展人只会定期更换访客欣赏名作《依循》的脉络 中央社记者尹俊杰 纽约报导 西洋鬼节万圣节即将到来 小朋友提着橘色南瓜桶讨糖吃的传统是一大看点 不过最近网路社群流传一张照片提醒大众 看到提着蓝色南瓜桶的孩子记得多一点耐心 因为他们是自闭症的孩子 这个活动源自2018年 一名自闭症孩童的家长贴文表示 他的儿子热爱万圣节 但因为有自闭症无法开口药堂 希望家长们多多体谅 贴文几天内就吸引10万多人分享按赞 也在网路上带起风潮 呼吁大众关注自闭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